从莱卡评替到让莱卡成为PT 硕大的肌肉 激情的拍摄 而手机厂商也根本没有必要去碰瓷相机 越碰瓷只能显得越不专业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角是GFX100S 虽然比Fivo的X100S只多了两个字母 但这是一台战而八经的中华服相机 也是过去一年里我买过最贵的电子产品 事先声明 本期视频不含任何商业信息 富士不会突然给过期的老产品打广告 这期视频就是把我的大宝贝们拿出来 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 顺便给各位手机党一点点小震撼 小科夫所谓中华服说的就是感光元件 比4×5英寸的大华服小 比36×24毫米的全华服大 所以以冷知识 全华服等于小华服 而GFX100S在中华服里 其实也是比较小的那种 只有44×33毫米 俗称4433 但面积依然达到了全华服的1.68倍 抵达以及压死人 在全华服之下 还有APS-C 3 4英寸 1英寸等等 所以如果你拥有一台中华服 在各个景点 你都是傲视群群的存在了 但是同时你必须付出远高于全华服的代价 这期视频咱们来谦聊一下 同时我也好奇 这个大家伙跟旗舰手机之间 到底存在多大差距 所以如果你对摄影和记录感兴趣 不妨继续往下看 保证你会有所收获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者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欢迎来到我和GFX100S的故事 我上一台相机是A7M3大法的一代神机 买这台的时候我想更进一步 所以就看上了中华服 但这样一来选择就不多了 目前市场在售的主流中华服 有售价27-40万的Face IQ4系列 单机身148,000的莱卡S3 大张旗下的高端相机品牌哈苏 还有富士的GFX系统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富士 原因的话高情商 我需要满足自己多元化的拍摄需求 为镜头腾出更多预算 第一情商没钱 富士的APS-C相机靠着小红书 一肥重天缺货涨价 从莱卡平T到让莱卡成为PT 但中华服GFX系列却显为人知 随时有欠货还时不时搞活动 在查看了无数评测之后 我最终探上了210-21年发布的老机型GFX100S 它的近代画质跟最新的GFX100二代几乎没区别 但价格却是便宜很多 那既然选择了性价比 咱们就贯彻到底 我直接整了它二手99星相揉拳 22,300搞定 它可能是这个价位 我能买到画质最顶的数码为单了 相机到手 丰富的自定音按键和强大的自由度 前后波轮都支持多功能 左边是照片和视频的一键切换和模式转盘 屏幕不能翻转 但是能向上向下向右翻折 尖屏是支持背光的墨水屏 关机也能显示各种参数 这就是一台非常专业的画质集 但也有很多缺点 比如明明是触控屏 但菜单却不支持触控 又比如它不支持边拍边冲 关机的时候能通过C口给电池充电 但开机以后 就变成了C口和电池同时给机器供电 不支持充电 再比如说视频输出接口是迷你HDMI 而不是正常大小 不过对拍照来说都是小问题 拍视频的话 这不是有公司的A7S3吗 卡槽是双SD卡 没用上更高速的CFB 这一项速 一张JPG就是50M 一张胃压缩弱 直接200M 而大容量SD卡 其实比同容量的CFB卡的价格更高 所以我的解决方案就是 多买几张小容量的SD卡 非常的不优雅 但这就是买老机器 必须做的妥协 跟索尼的全画幅比GFX100S当然不算轻便 不过900克的带电池重量和尼康Z8差不多 在4433中画幅里 它也只比很多人吹爆了的X2D中了5克 我甚至觉得它太轻了 因为中画幅的镜头都很大很重 装上去容易头重脚轻 所以我专门买了块金属底板 增加了100多克的重量 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 因为机身重心下移 右手大拇指这里需要承担的压力更大了 拍久了容易磨破皮 时间一长老减都出来了 那大底带来的成像效果确实惊艳 一致像素不断发达之后 依然能看到大量细节 极为细腻自然的光影过渡 是我在其他设备 包括全画幅相机上没有填过的 它还拥有比任何全画幅都更强大的动态范围 照片拍的太暗了 没关系 把RAW拉近电脑直接开灯 富士的胶片模拟也是锦上添花 平时我会用一张卡存JPEG 一张卡存RAW 而且RAW后期也能再套官方的胶片模拟文件 不过相机里的画质机和手机里的影像旗舰一样 鱼和熊掌不能先责 GFS100S的连拍只有一秒五张 全画幅已经做到每秒几十张了 对焦性能也是一坨 隔壁全画幅都开始用摇摆全法测试对焦了 而100S的跟踪对焦完全随缘 只有单点对焦还算靠谱 梦回单反时代 还有快门的动静 中画幅因为传感器面积大 快门链也要做得更大更重 为了避免激震 浮偏 富士做了很多缓震处理 这就导致快门声听起来不够干脆 视频能力跟全幅也没法比 4K30的画质很定 锐度很高 但是160或者120帧 它就只有1080p了 而且因为读出速度限制了采样模式 100S的1080p画质非常糟糕 还有玩中画幅不只是相机和镜头更贵 各种配件也得跟上 存储卡那么多 卡盒得买一个吧 机身和镜头都很重 三脚架你得买纯重更好了吧 这些镜头你是不是得好好保护 买个UV镜嘛 还得调好的买 不然会影响画质 那把这些东西全部带出门 摄影包也得买吧 还有 来都来了 灯光系统也不能省钱嘛 那么多装备都配齐了 那机子本身的续航也不能拉垮 电池再多买几块吧 做充也得整一个 那这还没完啊 照片得存嘛 硬盘我也得买更大的 电脑的性能也不能拉垮 为了处理一项速的RAW 我顺便组了一台139KS加4090的主机 64G内存也是必须的 嗯 绝对不是为了玩黑神话 所以一来二去45入下来 主机电脑光摄影设备 我已经投入了10万块钱 摄影不愧是用光的一数 诸大一个用光你手里的钱 接下来介绍的就是用光镜头的罪魁祸首镜头 我首先考虑的肯定是GF卡口的原厂镜头 但原厂头有个问题 对比类似规格的全画幅镜头往往要贵上一大截 中画幅镜头类比全画幅镜头有个等效参数 焦段和光圈都要重用一个0.787 比如GF110F2就等效全画幅的86.5mmF1.57 但索尼和佳能两家的全画幅85.1.4 售价也就一万左右 而且GF原厂目前光圈最大的 也就是那只80mmF1.7 等效到全画幅差不多F1.34 但全画幅可是有着F1.2甚至F0.95的镜头 我们买中画幅就是为了更大的进光量 这怎么能行呢 所以原厂我只购买了两只不怎么看重光圈的变焦镜头 第一支是GF3570 这是GF卡口最便宜的镜头 6490块的价格依然不算划算 我是搞活动降3000的时候入的 作为狗头它主打一个极致轻量化 跟华为Pro70 Ultra的伸缩主射一样 它得先转出来一点 才能进入正常的变焦范围 镜头的重量只有390克 在中画幅这里甚至算得上饼干头了 口径只有62毫米 小小的也很可爱呢 光圈也很小 35端是F4.5 拧到70端就只有F5.6 好处就是我把它拧到相机上 你看很协调是不是 单手就能正常操作 非常轻松 而且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这光罩一扣 看起来也挺专业 它也支持防针防水 35-70的焦段 刚好等效27-55 特别适合日常记录 画质当然不是最好的 但是靠着中画幅的大底 它还是能拍出手机无法奇迹的自然虚化 看看这质感 我不说也没人知道是狗头拍的 我买它主要是刚好能塞进我的六升单间包里边 边上还能空出一个出来 放一些雨伞 抽筋宝 手机之类的 我每天都带着它上下班 毕竟能带出门的相机才是好相机 第二只原创头我就放进轻便 追求素质了 GF45-100光圈恒定F4 它的定位就类似全画幅的大 三元24-70分2.8 速钢100虽然是变焦镜头 但是在整个变焦范围内都锐的不像话 妥妥微保一致像素 而且因为用上了LM先轻马达 对焦速度也比35-70快不少 它支持光约防抖 可以跟机身的防抖联动 100毫米一端用十分之一的快门也轻轻松松 代价是重量直接来到了1005克 突破两斤 体积差不多是35-70的两倍 口径也干到了82毫米 其实它就是用来干活的镜头 焦段够用 对焦好使 适用范围广 不怕错过任何场面 对我这种爱好者来说 不知道今天拍啥 或者只能带一只镜头出门的时候 我才会带它出门 接下来五只都是第三方镜头 有个很好玩的配件叫转接环 它能让你的相机用上别家的镜头 实现牛头人剧情 而说到转接 就不得不提EF卡口 从2003年开始 可换镜头相机市场 感动常在的佳能连续21年销量第一 这带来了存量巨大的EF卡口 佳能单反镜头群 而其中有一部分镜头 就能够覆盖中画幅的传感器 转接到100S上超频使用 比如这只腾龙的E5-30 发布于2018年 它的全称叫腾龙SP-E5-30F2.8 DIBZ-USD-G2-EF卡口买们 是不是很过分 突然觉得realme GT Neo 2T也变得没清目秀 我拿它是想平替原厂的20-35F4 原厂的画质肯定好 但是看着价格 13700 其实吧 我用超光脚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某一直接拿下这只腾龙 3600搞定 相说全99星 连对焦窗的膜都没死 这是个灯泡头 圆圆的大大眼睛非常可爱 在GFX上 这只镜头15mm端有难以消除的暗角 拧到18mm暗角基本消失 所以它可以等效全画幅的14-24F2.2 光圈全开下画质很一般 特别是边缘有点肉 不过拍风光谁不锁光圈啊 配合上夸张点的调色 效果相当不错 那缺点当然是便携性 能覆盖中画幅的全画幅镜头 那都小不了 腾龙15-30已经采用了 轻量化的全塑料精神设计 但13组18片的晶片堆料 让这只比原厂 45-100还短一截的镜头 重量超过了1100克 如果加上转接环 直接干到1.3公斤 第二只EF卡扣的镜头 我选择了 试马的40mmF1.4 ART 试马人称健身马 非常善于推出一些优秀的健身器材 40 ART正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 作为40mm焦段的标头 却做成了长焦镜头的形状 重量也是直接干到1.2公斤 非常扎实 它其实是电影镜头魔改过来的 同时也是有史以来 最锐的单反镜头之一 MTF曲线直接拉满 各种指标都是顶级 放到中画幅上 它可以等效32mmF1.1 是比较日常的视角 非常适合扫街随手乱拍 氛围感直接交给大光圈 比较可惜的是在GFS上会有一圈暗角 第三支EF卡口镜头 就是跟4020同时推出的 试马105RT 长度跟4020大差不差 但口径却和焦段一样 来到了105mm 丧心病狂 这镜头盖长得像张柄 看看这深渊巨口 是不是很夸张 但是别急 后面还有更大的 105RT的这光照也不再是卡扣固定 而是由一颗手拧螺丝负责松紧 近身加车光照前后盖的重量 也突破了1.7公斤 为了应对这种重量 包括你的卡口 试马原厂居然为它配备了一个脚架环 和4020一样 它也源自电影镜头 素质这块完全不用担心 专达A100S上 等效全画幅83mm f1.1 非常接近85mm的经典人上胶段 而且几乎无按脚 配合大光圈 拍人都不需要挑背景了 这还是一支为深空摄影做过优化的镜头 我还没专门拍过星空 不过之前拿它去拍景的时候 偶然发现它把背景里的星星也记录下来了 恐怖如斯 第六支镜头 我买的是兵德645系统的120mm f4微距 原因还是原厂那颗120微距实在是太贵了 要18000多 而且最大放大倍率只有0.5 而兵德这支我只花了2700 它还支持1比1的放大倍率 当然这是一颗很老的镜头 发布于1999年4月 比我年纪还大 我很喜欢这种老式镜头的操作感受 对焦环往外拨是锁定 咔嚓咔嚓非常痛快 下面的光圈环转起来也很有金属感 在对焦的时候 它的镜头会前后伸缩 这就是传说中的浮动对焦 这支镜头本来是为16045的中画幅准备的 转接到4433上 只会用到中间画质最好的部分 实际效果确实出色 最后一支镜头 大的要来了 很多镜头都有配原厂的镜头包 这是腾龙的镜头带 这是富士原厂的镜头带 这是两支试码的镜头箱 而这是尼康200毫米F2的镜头包 光看包已经很震撼了 再看看镜头装上机身的效果 拍摄超级力气 尼康200D这支镜头发售价格4万零几 哇 见过没有 是不是很棒 光圈已经来到F2.0 重量已经来到6斤 再配上GFX100S这套组合 是不是很爽 这种大炮不是你想玩就能玩的 你要像我一样 硕大的肌肉 激情的拍摄 这样才能让摄影达到 7的顶峰 好了 介绍完我的大玻璃们 就到了愉快的对比手机环节 这不是为了分出个高下 我就是单纯好奇到底有多大差距 首先我们拿这颗35钢70的小狗头 拧到35端 等效大概27毫米来模拟手机的主摄 直接对比三星的2亿像素一看细节 诶 新的不能是出现了 1亿大于2亿 相机牛逼的点在于它每个像素都是有用的 手机像素虽然多 但质量不一定好 超广角这边 今年这些旗舰的超广角都不够看 所以我们拿出去年Find X6 Pro的大抵超广角 来跟GFX100S加腾龙E5-30比划比划 那结果也显而易见 再看长焦 我们装上105RX对比Fivo X100 Ultra长焦的2亿模式 结果一亿大于2亿都不等式 再次成立 而且我还发现GFX100S广角裁切下来的画质 也完全能跟旗舰手机的长焦比划比划 这是啥概念呢 相机从27毫米裁切到80毫米 裁切了3.15倍 但照片是个平面 裁切3.15倍 约等于裁掉了90%的面积 相当于掰手腕的时候 只用一根手指掰你两只手 那差距就是这么大 当然手机还能拉到10倍 这时候会有超分之类的算法 EIS的广角如果直接裁10倍 像素确实不够用了 然而当相机用上真正的长焦镜头 这简直是天差地别 还有微距 手机拍微距是有优势的 传感器更小 在放大倍率不变的情况下 手机能把物体拍得更大 Pro 70 Ultra的长焦微距对比100S加冰的120V 确实能拍得更近 但放大一看你就知道 那相机还是相机 包括人像 我也只能说 目前这个阶段 手机的算法还是很难取代真正的光学 最后夜景 那自然也是相机的天下了 手机的算法固然强 但相机可以大力出奇迹 主视音色差距都那么大 长焦夜景 差距只会更大 结尾 首先我想说 虽然我用得很开心 但完全不建议你买 中画服为了极致的画质 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 无论金钱还是体力上 手持这玩意儿 再背上三只镜头出门 我都怀疑自己是特种兵 如果你对摄影摄像感兴趣 不如买目前最成熟也是最卷的全画服 玉三家 索加尼都有很不错的产品 索尼和尼康更是有很多原生卡口的第三方镜头可用 APS-C也可以考虑 可以获得更轻量化的体验 适合新手 如果没有相机 手机也是很不错的摄影工具 起码你画个五六千买台影像旗舰 各个焦段都配齐了 不用跟相机那样买一堆镜头 自从手机加上相机这个功能以来 关于相机和手机的争论从来都没停止过 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手机和相机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 手机是负责拍到 而相机是负责拍好 相机的优势就是没有那么多体积限制 可以不顾一切在光学层面做到最好 而手机的形态决定了它只能淘汰那些画质一般的卡片机 也没法拥有专业可控的前后期流程 而且就算是卡片机也能隐手仪式感 而相机也不可能拥有手机的便携 指出的便利性和随时分享的社交属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我拥有相机也不影响我买影像旗舰 而手机厂商也根本没有必要去碰瓷相机 越碰瓷只能显得越不专业 选择相机也意味着更多的投入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学习光圈快买SO 学习打光 学习调色等等等等 最终的目的其实也就是一张照片 有人说这乐趣何在呢 用手机拍不也一样 发朋友圈又有多大区别 但是我想说 这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种乐趣 就像DIY装机一样 自己装不一定有直接买整机便宜 但是自己挑选硬件 再到动手拧螺丝 装系统开机的整个过程 就是乐趣所在 在这个万事掌究效率的时代 有一件事能让我静下心来 肆意浪费大把时间 其实很难得 相机吸引我的另一点就是包容性 手机可能要花比较多的钱 你才能买到拍照还不错的 但像这边一千块 你就可以逃到尼康D90的套机 开始一进走天下了 而且器材的差距 完全能用技术来迷入 从几十块到几十万 从一次性胶片机到CCD 再到8K连接 从拍妹子到打鸟 无论副歌还是垃圾佬 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头老太儿 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玩法 这难道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吗 那最后还是那句话 不管你用的是什么设备 走出家门 按下快门 让我们一起无限进步 按下快门 按下快门 按下快门